我想這個 那就是 這個擴散來看的話 那當然就是 核能量的問題 我想這個核能量 這個是暴力暴力 至少那個地方還很快 趕去 那假如是核能量的問題的話 那就不太好 那所以我想 假如是這些剛剛講的 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其實都是他們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能量怎麼樣去 我簡單回答一下 就是事實上我們 其實我們在跟世界各國交流的時候 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我想幾位老師都有提到 明確的因果法則這個部分 是屬於風險領域的部分 不明確的部分屬於科學 風險領域不確定性的部分 那不確定性的部分 這個部分怎麼處理 因為它要處理政府要進行管制 或是譬如說我們要關掉這個東西 關掉這個東西 關掉那個東西 事實上除了法令 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規定 剛剛這個詹老師提到 或是說我們從國師應該 從一個中央的層級來緊急處置這樣 進行斷斷處置這樣的一個選擇 這個科學不確定性的部分 要怎麼辦 因為工業界會講說 你隨便管制我 我也要處置 那這個你沒有很明確的證據 你怎麼可以管制 但是對民眾而言 或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它是科學的不確定 所以第一機率可能會產生高貢獻 所以這時候就是要社會共同來討論審議 參與跟決定說我們要不要這樣做 這個事實上 這就是在國際上封用的 所謂的育於把握性原則 現在已經進入到這個部分 所以當然為什麼 幾位老師特別談到 風險資訊透明非常重要 因為民眾事實上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科技決策 絕對不是只有專家可以來幫我們做決策 那政府就是說 專家做了一些證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政治的這個政策的決策 因為在專家的範圍裡面 實際上他只能處理明確的民眾發生 但是我們今天非常多的事件 是廠長有非常模糊的科學不確定 或是評分檢評分不確定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要進行公眾的參與 我想這個是我們台灣 必須要進化的一個下映的地方 那唯有公眾的參與更多更透明的機制 唯有更良好的政府跟民間社會 跟公民社會跟民眾的對話 那個信心才會回來 公眾信任才會回來 那我們一直在講說 那因為這一部分做得非常不好 所以你剛剛看到就是在拉扯 什麼各種建設案感覺上 就是說什麼信任真充足 那剛剛謝老師特別提到 核能的事件也是一樣 因為核能牽涉的我想大家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見解 那這個部分 怎麼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進行 剛剛張森教授提到的民主的這個風險制度 民主審議的風險制度 我們根據我們自己社會的想像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決策 要大家一起來參與選擇 簡單來講 有以專家做實政主義決定的 那個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 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 二十七世紀應該是公民財運 然後民主主 那專家自理事都會在一起 在一起 謝謝